十二岁那年,我凭一己之力, 唐公把亲爱的老爹送进了医院, 袭击半年病假, 我实在是太机智了,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我小的时候胆子特别大, 怕高下低啥的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而且我这人还非常爱研究, 优秀的人应该都是这样的,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模仿电工丝节电线, 维修各种家用电器, 但是你们可不要随意模仿啊, 因为我为此付出过非常惨痛的代价。 记得那是十二岁的一个夏天, 老爹和爷爷在屋里喝酒, 那天天气非常热, 外边跟下火似的, 老爹跟爷爷热得浑身都是汗, 酷崽子, 你他妈想热死老子啊, 你家的电风扇呢? 老爹这才想起家里那台祖传的电风扇, 赶紧抬了出来, 但是刚插上电, 直听思维, 插牌就被冒火了, 估计是经常不用, 插牌连电短路了, 这一幕正巧让我看见了, 作为十二年的非专业老店, 这种小场面根本不算什么, 我一拍胸脱, 爷爷你们先喝着, 我去给你们把插牌修好, 于是我就把插牌拿到了屋里, 一阵随意发挥之后, 反正是把插牌组装上了, 虽然多出了很多没用的零件, 但也没啥影响, 成大事者, 从来不拘小节, 然后我就把插牌给了老爹, 老爹和爷爷还一个劲的夸我能干, 老爹错不及待的去插电风扇, 只见插头进去的一瞬间, 老爹就跳起了迪斯口, 你别说老爹的舞蹈天分跟赵四有一拼, 我跟爷爷我俩还以为老爹在发酒疯, 一边看一边乐, 这时突然一股咬多毛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客厅, 我猛然反应过来, 老爹怕不是触电了吧, 于是我赶紧关了家里的总电闸, 老爹这才消停下来, 但是我也不能确定老爹到底是不是触电了, 我当年的好奇心还是很强的, 于是我就又把电闸推上了, 不对, 还是不能确定, 是不是巧合呢, 看来老爹确实是触电了, 还好我够机智, 及时拉了电闸, 这才保住了老爹一条命, 此时的老爹已经满脸去黑, 浑身红肿, 尤其胳膊上像是烫伤一样全是小水泡, 一脸懵圈的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爷爷可能也喝多了, 啥也不管, 上来不是一脚, 你他妈干啥呢, 想赖就是吗, 赶紧给我喝, 当年的老爹确实够爷们, 这一点不服不行, 即便是伤成这样也没去卫生院, 打了几个机灵就跟爷爷继续喝上了, 此时的我早已跑到二狗家看电视去了, 可能是上天的安排, 当时正好在演一部发哥的电影, 里面发哥受伤了, 于是把子弹里面的炸药撒到伤口, 点火后刺拉的一声就能止血疗伤, 看到这一幕, 我突然就想到了挽回局势的方法, 如果我把老爸的伤给治好, 不就能免了一顿暴打吗, 想到这里, 我赶紧跑回了家, 此时老爹喝完酒, 正躺在沙发上呼噜震天响, 我看着老爹胳膊上的伤, 心里真的是愧疚不已, 我要马上行动起来, 家里肯定是没有子弹的, 不过我珍藏的大地红倒是不少, 我赶忙都拿了出来, 趁着老爹熟睡之时, 我把大地红一个个的掰开, 把炸药都倒在纸上, 为了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我还特意加大了药量, 把整挂大地红都拆了, 虽然我有万般的不舍, 但这可是我的亲爹啊, 为了给老爹治病, 我只能舍痛割爱了, 我一边往老爹胳膊上撒药, 一边看着熟睡的老爹, 幻想着把老爹治好以后的样子, 金条, 你真是爹的好大儿, 走, 上车, 老爹去给你买辣条吃, 不久, 老爹的胳膊上就被我盖上了厚厚的黑火药, 我迫不及待的点燃火柴, 就往老爹的胳膊上一扔,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突然一道刺眼的白光遮住了我的视线, 整个房间如同过年放烟花一般, 流光一彩浓艳似起, 在一阵滋滋冒油的声响中, 老爹突然熬的一声就跳了起来, 他当时都懵了, 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明就里, 只看到火光之下的我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然后就封了一样满屋子打滚, 那股了猪毛的味道又一次充满了整个房间, 同时还伴随着焦壶的火药味, 这种感觉好像过年时一样, 老爹知道我为他疗伤, 可能是太感动了, 发出一阵阵的哭嚎声, 可这时我发现, 火药竟然把老爹的衣服都引燃了, 老爹此时已经成了一个大火球, 就像刚从八卦炉里跳出来的孙猴子一样, 我顿时慌了, 急忙去找水, 荒乱之中摸到了一个水壶,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着老爹搓了过去, 但是我没想到, 这竟然是酒壶, 以前农村的散装酒度数又特别高, 一下那火苗直接就窜上房顶了, 架上白酒对伤口的刺激, 老爹此时叫的都不是人声了, 然后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就冲向了厨房的水缸, 叶放四邻都看到了我家里, 冲天的火光, 赶紧就把我爹连人带钢的抬到了卫生园, 两个月后, 老爹终于出院了, 走的时候还特意赌步医生把床位留好, 今晚要给他好的耳用, 你们说这是能怪我吗? 最近一段时间, 我每天晚上都被吵醒, 就是那种很吵的DJ的声音, 一开始我以为是楼上邻居, 但是我去楼上看, 发现这家根本就没住人, 这时我怀疑是不是我的楼下, 好像前几天在电梯里看到一个陌生的小伙子, 于是一天晚上我又被吵醒之后, 我就想去找楼下, 刚下楼梯我就听到有人在吵, 我赶紧走了过去, 兄弟, 我是你楼下的, 你家每天晚上太吵了, 拉椅子打闹啥的我都不说了, 但是你能不能把音乐放小一点啊? 我一看这是他楼下也找来了, 也难怪我住楼上都能赶到潮, 楼下的还怎么活啊? 我说你有完没完, 这是我的房子, 我的私人领地, 我想干嘛就干嘛知道吗? 兄弟, 你看咱都是邻居, 互相体谅一下吧, 我老婆下个月就要生了, 现在确实需要休息, 你们白天咋样都行, 晚上别闹太晚了啊, 我告诉你, 你住楼下就要认清自己的地位, 你要有觉悟知道吗? 住楼下就是要被我踩在脚下的, 你老婆生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的种, 我在自己家里再怎么闹也跟你没关系, 你再敢上来敲门当心老子弄你, 然后啪了一下就把门关上了, 我都没来得及说话, 不过看他这态度, 也没有说话的必要了, 然后我就跟楼下大哥聊了聊, 原来这家已经搬来半个月了, 是一个在夜店上班的小伙子, 经常带朋友回来, 每天晚上都要闹到两三点, 他老婆怀着孕根本没办法休息,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 这是我专业, 他们不是半夜折腾吗? 那他们早上肯定睡觉, 明天我送你个华宝, 看我怎么着他们,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拿了一个股传导音响下去, 帮大哥安装好之后, 我回家在地板上也安了一个, 这样我们上下两个音响对冲, 中间就是共振区啊, 哎 brother, 哎嘻嘻啊 brother, 我楼上的邻居实在太可恶了, 每天从早吵到晚, 严重影响我的睡眠, 找他协商还态度蛮横, 既然你想碰里碰, 那咱们就走着瞧, 你遇到过这样的邻居吗?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 我楼上的大姐就开始叮光的吵个不停, 他家那豆浆机我也不知道多大功率, 怎么声音比电钻还大, 有时候我都怀疑他是在我头顶撒豆浆的, 而且每天早上他都要扫地拖地, 说实话这确实是好习惯, 但是你他妈的是在用锤子拖地吗? 怎么一直光光的砸地面呢? 而且拖地的时候还老是碰到桌子椅子啥的, 突然就发出嘶的一声巨响, 这一个早上能让我掉一被窝的鸡皮疙瘩, 这还只是早上, 白天他不上班, 就在家里看孩子, 我也闹了闷了, 你啥在家里还要穿高跟鞋呢? 每天还一直走来走去的, 他就不累吗? 吵得我连动话都做不下去了, 对了, 说起他这个孩子我也来气, 整天在房间里没完没了地跑跳, 有时候还光光地砸玩具, 行, 这些我都可以人, 童年嘛, 爱跑爱跳是孩子的天性, 但是你他妈不能在家打篮球了, 你才几岁啊, 就他妈唱跳篮球都学会了, 再这样下去, 不出两年半这孩子不就废了吗? 到了晚上也不消停, 也不知道楼上大哥是做啥工作的, 总是凌晨才回来, 那大皮鞋框框的才造呢? 大哥你是在家里踢正步吗? 直到那俩大皮鞋光荡两声砸在地上, 我才能安静的入睡, 你是不是以为这样已经够吵了? 呵呵, 太天真了,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终极场景, 是这大姐穿着高跟鞋玩跳绳, 再加上她好大儿在旁边表演唱跳篮球, 我服了, 这哪是邻居, 这他妈不是拆迁对吗? 我都怕这房顶扛不住这么糟, 他俩再直接叫我家里来, 不行, 老子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必须上楼去找他聊聊, 敲开门, 大姐傲娇的走了出来, 什么事啊? 大姐, 我是你楼下邻居, 你家刚才太闹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碍于面子我没有直说, 但是一般人对这种提醒应该也是都能理解的吧, 但是这大姐显然不这么认为, 哦, 没什么事, 我待我好大儿锻炼身体呢, 现在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运动量一定要跟上, 大姐, 你们早上打豆浆补充营养, 喝完之后就开始锻炼身体, 你们身体是好了, 我快被你们折磨疯了, 大姐锻炼身体可以去楼下了, 那可不行, 你不知道现在外面有病毒吗? 可你们这样实在是太吵了, 每天都跟装修一样, 我实在是受不了才上来找你的, 你看你怎么这么多事呢? 我们这都是正常生活, 你也太敏感了吧? 什么叫我敏感? 你家那破豆浆机, 声音大的跟拖拉机一样, 每天早上我都被他吵醒, 还有你家好大儿, 好泡跳跳的我都不说啥, 但是能不能不在家里打篮球啊, 大哥每天晚上回家, 皮鞋砸地板我也不说啥,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 你在家里待着为啥还要穿高跟鞋呢? 这样多废地板啊, 哎呀你不懂, 女人一定要活得精致,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做好随时可以出门的准备,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再说了, 这不是正常的吗? 谁家不走路啊? 我在自己家, 穿着自己的高跟鞋, 走在自己的地板上, 轮得到你个外人过来说三道四的吗? 是, 你的生活是有态度了, 可你把我的生活毁了啊, 就因为你家噪音, 我现在白天不能工作, 晚上没法入睡, 大早上的想睡个懒觉都不行, 呵呵, 声音怎么传是他自己的事, 这我可管不了, 再说别人家都没事, 怎么就你闲吵呢? 因为我住你楼下啊, 你直接影响我了, 你看看, 谁让你住我楼下呢? 这能怪我吗? 行, 住你楼下算我倒霉, 但是你整天穿着高跟鞋来回跑, 这怪你吧? 在家里穿着鞋跳绳怪你吧? 你儿子在家拍篮球, 这也怪你吧? 你真是废话, 这是我自己家, 我爱干嘛就干嘛, 你管得着吗你, 你受得了就受, 受不了就搬走, 真是不知道谁家库门没拉好, 把他妈你给露出来了, 说完光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 这把我给气得差点没抽过去, 不讲理的人我见多了, 想碰一碰, 那咱们就走着瞧, 这次我不让你唱了征服, 我就不叫王金条, 上级说道, 我楼上一家紧直觉了, 又是跳声, 又是篮球的, 从早到晚都不消停, 我上去找他们协商, 这大姐还怪我是多, 把我气的精神都不好了, 嗯? 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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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醒了老弟, 大姐, 你这是干什么, 快把我放开, 老弟, 你不是喜欢大姐吗, 大姐也瞧上你了, 今天你就从了我吧, 大姐,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你了, 你搞错了吧, 你就别嘴硬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到楼上去找我, 不就是刻意的想见我吗, 故意制造跟我相处的机会, 是不是啊, 臭弟弟, 卧槽, 你想多了吧, 我就是单纯的想让你安静一点, 你快把我放开啊, 呵呵, 我可不管那么多, 来让姐姐好好疼疼你吧, 不要啊, 啊, 卧槽, 原来是做的噩梦啊, 吓死宝宝了,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这也太恶心了吧, 等等, 也许我可以像梦里这样, 来对付这位大姐啊, 不是,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我可不会把她绑床上, 我估计她能压死我, 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果然, 楼上又传来一阵急促的高跟鞋的吉他声, 好像比昨天声音还大了, 我知道楼上这是故意恶心我呢, 等着我这就来, 我光光敲开楼上的房门, 这大姐满脸的横肉, 没好气的冲我吼道, 你又来干嘛, 这是我不慌不忙的说道, 大姐, 你不是想我了吗, 我听到你的召唤马上就来了, 说完我还向她飘了几个飞檐, 飘得大姐五迷三道的, 呵呵呵, 你有病啊, 谁想你了, 要还给我玩雨琴故纵是吗, 姐姐上次我就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喜欢我, 暗恋我, 对我有意思, 知道我是单身住你楼下, 你才故意这么吵我的吧, 那高跟鞋的踢踏声, 是在给我传递摩斯密码, 那是爱的信号对不对, 故意吸引我上来, 制造跟我相处的机会, 是不是啊姐姐, 你在胡说什么, 你在家不走路啊, 我就是在家看个孩子, 啊对了, 还有你家孩子, 你就是特意让我跟他亲近亲近, 看我能不能接受有孩子的你, 想让我当他后爸是吧, 姐姐, 你这盘棋玩的好大啊, 我喜欢, 这样吧, 让孩子出来, 让后爸看看他篮球打得怎么样, 这熊孩子听到了, 也配合的走了出来, 正好我口袋里装着几块巧克力, 赶紧递给了他, 来好大儿吃糖, 以后咱就是自家人了, 叫爸爸, 爸爸, 呵呵, 这孩子以后绝对有出息, 大姐他就给了儿子一巴掌, 管他妈谁叫爸爸呢, 这时正好有两个邻居回家, 我一把拉过熊孩子, 乖儿子, 不哭不哭, 你看你怎么能打我儿子呢, 我这么一哄, 熊孩子更忍不住了, 边哭边叫爸爸, 感情太到位了, 过路的邻居一看这情况, 比吃了两个大瓜还满足, 那表情也满了我懂, 你神经病啊, 是不是找打你, 姐姐打是亲骂是爱, 这些我都能接受, 以后想我了, 直接敲敲地板就行, 我保证马上就上来, 爱你我姐姐, 不等大姐反应过来, 我就赶紧溜了, 这种事就是点到为止, 毕竟对他也不太了解, 万一他真他妈想通了, 我不就完了吗, 这之后整整一天, 真的再也没有噪音了, 你别说, 这招还真好使, 但是我没想到, 这是还远远没有停止发酵, 刚才过路的那俩邻居, 实在难掩吃瓜的喜悦之情, 回到家就开始各种的添油加醋, 反正后来的剧情已经控制不住了, 各种的情感纠葛, 还有人说, 看见亲子鉴定了, 说这孩子就是我的, 传的是有鼻子油盐, 楼上大哥怎么也想不到, 一天之内, 凑凑凑的了, 到了晚上, 原本安静了一天的楼上, 突然就吵了起来, 只听大哥大声喊道, 后贵婚, 后贵婚, 你是个狠言啊, 你从里比谁都蠢呢, 紧接着就是一顿, 一踏踏踏踏踏踏起的身心, 我都怕这大哥杀红了眼, 再找我家里来, 看到没有, 谣言就是这么的可怕, 这次好像是有点玩大了, 我先出去躲躲, 看到这里的, 快给我个三连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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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太离谱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我新买了一套房子, 在三楼, 但是我刚搬进来不到半个月, 就发生了一件让我不能理解的事, 一天下班回家, 一对三十岁左右的夫妻正在等电梯, 不一会电梯到了, 我们进去之后, 大哥按了五楼, 然后我过去按了三楼, 我一看都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就想回头打个招呼, 但我没想到, 当回过头, 后边这大姐就一脸不爽的开始阴阳我, 哎呦, 住三层还坐电梯啊, 真是没素质, 我说天天上下楼这么费劲啊, 有时候等电梯一等就要五六分钟, 就是你们这些低层的人天天占用公共资源, 我他妈都愣了, 怎么坐个电梯都能莫名其妙的被骂, 但基于做人最起码的涵阳, 我并没有骂回去, 要不然他丈夫再给我几下, 我再去医院躺个几天, 他们再求着我给我个几万, 直不当的, 于是我反问道, 大姐, 我们都是业主, 都交了公摊和电梯费, 我为啥不能坐电梯呢, 没想到这大姐突然一脸愤怒的看向我, 好像我刨了他家祖坟一样, 住低楼层坐电梯还有理了是吗, 我天天上班等电梯都要等好久, 都是你们这帮住低楼层的人害的, 可是你不也就住五楼吗, 比我高两层就了不起了是吗, 你嫌电梯慢, 你走楼梯啊, 看给你惯的, 这时候电梯到了三楼, 我刚想下电梯, 这大姐还不依不饶了, 把这电梯门不让我走, 旁边大哥拉了他两下, 被他一个眼神就被吓退了, 从大姐这个眼神里, 我好像也明白, 我大概是参上市了, 你少给我逼逼赖赖的, 住低楼层的就是不能坐电梯, 你们这样就是在浪费公共资源, 耽误了别人的事, 你们好意思吗, 看学会个词把你能的, 我们低层的也交电梯费, 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由我们自己选, 用不着你来管, 还有你知不知道, 楼房是要到六层以上才会安装电梯的, 你住五楼也没资格来指责我吧, 要不然你以后把低层的电梯费都掏了, 我们走楼梯也行, 或者你跟大哥商量一下, 出去买个别墅, 自己安个电梯, 你爱去几层去几层, 去地下十八层都没人拦着你, 你你你你什么你, 真拿自己当宇宙中心了, 有病赶紧去治, 别耽误了, 大哥, 这媳妇你赶紧退货吧, 容易给你招式, 什么, 去你娘的, 前段时间, 我发过一个楼上邻居杂承重墙, 导致整栋楼变成微楼的动画, 尽管此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但是评论区也有很多人说我做的太夸张了不真实, 现实里没有人会傻到去砸承重墙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 我做的动画还是太保守了, 现实往往比动画还要魔幻, 就在前几天, 一栋三十层的楼房又报销了, 家住三层的业主老张头, 把家里的两套大平层出租给了丧昆, 这丧昆是开健身房的, 为了找这么大面积的室内空间, 可费了不少事, 所以租房的时候租金是给的高高的, 而且一下就给了十年的租金, 把老张头饿得不行, 但丧昆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健身房的装修房东不能干预, 到了装修的时候, 丧昆也是请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装修公司, 可能是装修管一到账, 这公司都膨胀了, 不管不顾的一通乱砸, 丧昆让砸什么就砸什么, 甚至连勾机吊车啥的都开进去了, 也不知道这小区保安是怎么看的大门, 平时一个外卖员都闯不进去, 这时候就差往里开火车了, 这天他们正开着勾机砸墙呢, 有居民看见这堵墙里都是钢筋, 怀疑是承重墙, 还去找丧昆聊货, 但这丧昆不知道是练傻了还是怎么回事, 自信的表示完全不会有问题, 放心好了, 结果不出所料, 在那道墙被吊倒了平时, 整个楼体楼房造了一丝震动, 一到巴掌关的裂缝瞬间就爬到了15层, 当天晚上已经裂造了21层, 这下丧昆和装修公司全都傻了盐, 初步预计这栋楼房的损失达到了1.6个亿,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 因为整栋楼的住户都要进行疏散和安置, 每户的安置费一个月就要6000, 这可是200多户啊, 最难受的肯定还是住户, 不但家没了, 还要每个月还着房贷, 而且你明知道是谁干的, 但是他还赔不起, 1.6个亿, 就算把丧昆和装修队都做成灰卖了也不够, 所以我觉得, 此事无解, 你能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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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13岁, 那时的我意气风发, 打遍全村无敌手, 每次惹祸, 老爹拿着调手搁的能追我三条件, 第二天睡醒, 我照样是全校最拉风的人物, 那大概是我生命中最潇洒快乐的日子, 每天课桌里都会被塞进好几封情书, 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女孩脸红, 学校里全都是小弟, 哪个见了我不得叫一声歌, 有不守规矩的, 我分分钟教他做人, 后来我觉得学习能有什么出息, 就没读高中, 走的时候一帮小弟送我出校门, 我得意的看着他们羡慕的眼神, 转身挥手, 投向了我向往的自由, 现在想来都是不安事事的潇洒, 农村出身初中文凭, 一无所有的我当时是那么自信, 好像只要出了学校, 迎接我的就是人生的巅峰, 家里的农货我才看不上, 老爹让我去学点手艺, 且笑话, 那能有什么出息, 我看了几本白手起家, 穷小子逆袭的小说, 觉得自己绝非池中之物, 早晚要有一番造化, 人们有办法让奔腾的河水停下, 却无法阻拦一个少年出去闯荡江湖的决心, 十八岁, 我闹着要出去打拼, 大城市才是我的志向所在, 老妈欠我, 你这么点岁数, 你懂啥呀, 外边哪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啊, 老爹坐在门口看不清本色的台阶上, 鞋上还沾着田里的淤泥和草叶, 叭叭叭叭的抽着他的闹汗烟, 火星明明灭灭, 就像年轻人那颗躁动不息的心, 老爹叹了一口气, 带出一股浓烟, 让他去吧, 像你老子没啥出息的玩意, 我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 看着窗外的景色, 又匆匆绿绿变成了钢筋水泥, 工作是在饭店坐船菜员, 老爹托人介绍的, 工资不高, 早就晚时, 我也不知道这份工作好不好, 反正跟我之前向往的大城是不太一样, 我心想, 成大事的人都是有低骨气的, 等熬过了这段时间, 我一定就是人中之龙, 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住宿生活, 跟我同住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哥, 负责后厨进货, 城里的房间不像我想象中那样豪华, 至少我的宿舍不是, 低色的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声下午, 一进屋都是大哥的脚臭味, 床底下永远都有几桶吃完的泡面, 还有一地的烟头, 一心想着成大事不拘小节的我, 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生活, 店里的饭菜格外难吃, 午夜梦回, 想的都是老妈炖的排骨, 反正我是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想家的, 说起来也讽刺, 学校老师七八年也没教会我低头认识, 出来打工一个月, 我就全学会了, 我懵懵懂懂的感觉到, 耍横都很, 似乎并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法则, 兜兜转转到了21岁, 这一年我谈了个对象, 他跟我不一样, 虽然成绩不好, 但是读了个中砖, 我俩当时住在一个城中村, 一间200块钱的出租屋里, 没有空调, 没有暖气, 只有一张破败的双人床和满墙的煤板, 一年到头, 我们的主食好像都是五毛钱三个的馒头, 能出去吃粪盖饭已经算是改善生活了, 尽管如此, 到了年底, 我的兜里还是比脸都干净, 爸妈问问什么时候回家, 我撒了个谎, 说今年不上家, 除夕那天, 我在网吧包了个酒, 老板一点也不意外, 他好像已经习惯了城市里这些过年不能回家的人, 零点敲钟, 外面张灯结彩一片祥和, 而我在网吧里吃着泡面, 但这次不一样, 我加了一瓶啤酒, 初一那天, 老爹辗转进城跟我吃了顿饭, 然后又急匆匆的赶车回去了, 临走时应赛给我两千块钱, 对我说在外面好好的, 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老爹和老妈守着那块田, 是怎么养活我, 还能采下钱的呢, 我看着老爹日渐勾楼的背影, 突然有点想过, 春节过后, 我那个对象没有回来, 电话里他告诉我, 他亲戚在老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在城里有房, 他不想跟着我看阳蛮他了, 那天我在床上躺了一天, 成年人的世界在我眼前处露端你, 我很久没有看那些新潮澎湃的小说了, 书里的主角走到哪里都有奇遇, 总归是要成功的, 而现实世界是没有主角的, 像我这样没背景没学历的农村穷小子, 想在城里安家都是奢望, 看着路上穿着名牌开着豪车的同龄人, 我慢慢的理解了, 挑挑大路通罗马, 但是有些人一开始就出生在罗马, 我们普通人庸庸碌碌一辈子, 可能连上路的资格都没有, 我开始后悔, 要是当初好好学习, 也许现在就不是这个死样子了, 22岁, 这一年我辞去了饭店的工作, 打算去南方闯一闯, 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 之前在饭店一直站着, 现在才知道, 原来一直坐着也很累, 但是陌生的城市更没有出头的机会, 去了不到一个月, 我就灰头土脸的跑了回来, 呵呵, 出来打工五年了, 我在这座城市连个厕所都买不进, 24岁, 我又认识了个姑娘, 也是初中毕业的农村小妹, 我一眼就相中了她, 她也不顾家人的反对, 跟我领了证, 财礼我出不起, 父亲又给了我十万, 我知道爸妈肯定借了不少, 农村人一辈子就这么点积蓄, 娶个媳妇家底都掏空了, 婚礼那天我恍惚发现, 爸妈好像突然间就老了, 这些年我在城里混日子, 跟爸妈见面的时间少之又少, 岁月也从来不曾善待她们半分,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很难受, 又说不出这种难受来自于什么, 如果我读过书, 兴许就能写出这种感觉了, 可惜我并没有, 我能做的只有太一口气, 结婚以后, 我跟媳妇一起在城里打工, 我们俩省吃俭用一年多, 加上媳妇带回来的彩礼钱, 却连一个首付都不够, 第二年我在一家超市做顾馆, 开始在店里过夜, 媳妇一个人上下班, 一开始下雨打雷的时候, 还会给我打电话, 后来也渐渐习惯, 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能一起吃个饭, 路上的同龄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着, 只有媳妇穿了一件半心不救的衣裳, 头发还是去年染的, 半黑半黄, 素面朝天, 吃饭时服务员问她喝什么, 她抢在前面说, 要一壶白沛水, 26岁, 媳妇怀孕了, 为了养胎她辞了工作, 我们超市进了一批草莓, 趁着便宜我买了一朵回家, 媳妇吃着吃着, 却低头掉起了眼泪, 其实我知道, 媳妇是最爱吃草莓的, 自从嫁给我之后, 这还是头一回事, 媳妇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但我知道, 她嫁给我之后, 其实过得并不好, 这一年我努力工作, 拼命巴结领党, 儿子出生的时候, 手底线已经接了三家店, 区经理要调到大居, 明年我就能生负经历, 工资也水涨船高, 好像一切都开始变得有希望, 在这个城市, 我终于找到了生根发芽的方向, 可惜命运从来不会联系苦命的, 一通电话, 把我所有的美好都记碎了, 老爹告诉我, 老妈快不行了, 重症监护室外, 我和老爹窝在走廊不敢合眼, 抢救了一夜, 老妈依旧没有脱离危险, 我守在床前, 老妈费力地睁开眼, 艰难地说出两个字, 回, 回家, 重症监护室一天一夜, 钱就像流水一样出去, 老妈却依然生死不至, 而我这个做儿子的, 却已经拿不出钱来了, 医生说只能尽力, 但是不能保证之后, 老爹躲在楼梯口, 一个劲地抽着老汗烟, 过了许久, 老爹说, 把你妈接回家吧, 咱不治了, 我咬着牙说, 不行, 老爹瞪了我一眼, 用已经沙哑的嗓子喊的, 你妈也不想治了, 插着那么多管子她难受, 咱回家, 让她孩子走一半, 不折腾了, 就算钱都砸进去, 也不一定救得回来, 别忘了你还有儿子呢, 二十八岁这一年, 我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甚少进城, 甚至她从来没有在我那住过一天, 她一辈子操劳, 过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 老妈炖的排骨特别香, 可是这辈子我再也吃不到了, 我再也没有妈了, 母亲走后, 我想把老爹接进城里, 她还是坐在门口的破台阶上抽烟, 只是苍老了不少, 滚吧, 老子还没到让你养的时候, 庄稼人五十来岁, 有哪个不重点就养老了, 第二年, 我终于升了区经理, 但代价是要去另一个城市, 我跟媳妇两地分居, 孩子刚学会走路, 总以为爸爸是住在手机里, 一次跟大区领导吃饭, 领导语重心长的跟我说, 你啊, 就是黑文文, 要不还能往上走走, 我笑呵呵地点头, 心想自己现在条件好了, 以后一定让儿子和何念书, 一转眼, 儿子该上小学了, 托人找关系折腾了很久, 最后花了五万, 让他进了当地最好的小学, 而当年老妈住院, 一共也才花了四万五, 如果当年我有钱, 也许老妈也能多活些日子了, 每次想到这点, 我的心都坠得难适, 这一年我工资又涨了, 但是生活似乎过得也更加巨幅, 有天媳妇忽然说, 咱们买个车吧, 儿子同学上学都有车, 我还没说话, 他又自己念叨起来, 不行, 还是得先买方案件, 顾口到时候挪过来, 儿子上学才放递, 是啊, 他嫁给我十几年了, 还一直住出租, 我很久没吃过泡米, 可我现在的心情跟那个大年夜 蹲在网吧吃泡面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冬天换季的时候, 媳妇说想买件衣服, 结果出去转了一圈, 给儿子买了一件棉袄, 给我买了一双鞋, 我说你皮衣服呢, 媳妇说太贵了, 再将就一年吧, 那天他睡着之后, 我靠在出租屋的窗台边抽了一宿的烟, 四十岁, 儿子学习成绩一般, 补课也没什么成效, 有天我看见儿子的视觉, 气得想骂他几个, 这小东西却跟我降低, 说不学习不也挺好的, 你不是也没上学吗, 我突然愣住了, 这一幕感觉好熟悉, 恍惚间我忽然想起, 那年坐在台阶上抽烟的父亲, 想说的话全都梗在了喉咙, 最后只塌了口气, 真是像你老子没出息的玩意儿, 感谢观看,